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宣布 將會發展錦上路西鐵站上蓋和西鐵八香車廠 提供8,700個住宅單位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 在2012至13年度賣地計劃記者會上 進一步說明詳情 錦上路站和八香車廠上蓋 總流面面積約650萬平方尺 2014年招標 除此之外 政府還想趁西鐵站上蓋發展 將城市化計劃深入八香的核心香膠地區 政府打算開發由錦田吉慶圍 至到去八香源江村的非丁屋區做新市鎮 總面積達100公頃 預計興建15000個住宅單位 兩批發展加起來新增人口至少7萬人 香港政府在發展問題上一向漠視民意 也不會理會被開發地區原有的地區特色 而這次被開刀的八香和錦田為例 這兩個地區一直都是香港農業的基地 根據漁護署2011年的統計 這兩區總共有260個農場 近年更加有不少有機菜農場 落湖八香錦田 自發形成了一個有機蔬菜生產網絡 農戶知道政府打算開發八香錦田 都感到無可奈可 他們認為政府應該好好聽聽農民的聲音 更加重視本地的農業 其實八香錦田 是有條件成為特定的農業發展區 錦田八香主要是有機菜的 差不多認證農場八成都在這邊 大部分都在這邊 如果其他菜販來收菜 都主要在這區比較集中 農場比較近 八香這邊是比其他地方可能優勝少少 這裡的日照比其他地區比較長 好天日照多 水源都充足 交通都方便 這個平原 通風程度比有些地方好些 政府實際上應該給多少農地 給一些榮民耕耕 有多少保育 不用說全部都像石屎深藍人 我希望 香港有多少農業出 不是要去哪裏找菜 越整就越少地方 現在只有八香最多地方 所以現在收到一個八香農地 在騙著就是少 騙著連香港有多少有機菜吃 りaat 即是希望那些人 吃一些沒有公害的菜很難些 另外居住在八香和錦田的居民 很多都對城市化計劃感到難以接受 由於錦上路車站和車廠上蓋的總樓面面積 是多達650萬平方尺 比起大圍港鐵站上蓋的屏風樓群 更加是多出幾十萬平方尺 到底現在大圍的情況是怎樣呢 錦上路的發展會不會重蹈大圍的覆設 有屏風樓之前景觀很好 可以看到針山 我們住田深那邊就看到針山那邊 大圍那邊就看到施山那邊 你現在建了之後當然什麼都看不到 還有就是你建了屏風樓的時候 空氣的流動和質素 以前一定是很流通的 你現在的風一定不會那麼好 那你還有夏天的時候 你知道夏天個個都開冷氣 那些熱氣一定是吹下來的 我想再多些人入伙就會嚴重一點 我其實原本我住大圍的 那邊那邊那邊 因為又建了那個上蓋那邊 那邊就 哇 很多層 五萬二層 那有整十二棟建了 那我就計計計賣賣 那將來進入了火 那些人口會爆了 那到時候我想找個位置坐 那些公園都沒有位置坐 那所以我就走來這裡 你看看這裡的環境多漂亮 那些山啊 又有水啊 那我又可以走上山徑那裡 去到一個水塘啊 那又非常之靚啊 空氣又好啊 接受訪問的多位居民表示 在政府宣布計劃之前 完全不知情 對於政府以自己為中心 完全不理會發展 對鄉郊社區帶來的影響 他們希望政府可以虛心了解一下 百鄉錦田現有的環境 再和居民共同規劃這個地區的未來 我第一個反應是覺得 這次死定了 看著錦田淪陷 錦田是 我和家人覺得是我們的家鄉 我覺得是很痛心 超級痛心 簡直不懂得形容 其實我一直都很不滿政府 他每次決定一件事 要插手去搞你住的地方 他從來沒有想過要諮詢你們 然後他告訴你 有件這樣的事 永遠都是擠牙膏的方法 說一點點又不說一點 我其實是覺得很無助 如果是這樣 一個地方不是政府和居民一起去規劃 而是溝通開一個所謂的諮詢會 等人說完他要說的話 就等於是諮詢了 我經常都覺得一個有責任的政府 要做好一個諮詢 他是要想好一套方法 真是讓那些居民的意見 是落實到在規劃裏面 他當然不了解我們 為何渴望住在這裏這麼多年 就是在這裏落地生根的原因 而且我會覺得他都不稀罕他知道 他只是會想好 要找地出來解決某些住屋供應的問題 還有他現在說他會建公屋 但其實建公屋的比例是多少呢 多少是給私人發展的呢 其實他都沒有說清楚 我覺得他很多時要收地 就算給私人發展 他一定會拉一句說到時就要建公屋 但最終整個計劃是怎樣 是否真的會落實建公屋都不知道 不過其他市民一聽到 要建公屋沒有辦法 其他人全部都要讓路 就會有一個這樣的思維 規劃處在回覆記者查詢的時候表示 將會在3月中就發展計劃 向地方人士諮詢 但是就沒有透露發展的詳情和時間表 有執業規劃師認為 居民可以積極地提出對政府規劃的想法 甚至乎是返客為主 以百香錦田的鄉郊為中心 提出城市化應有的邊界 有居民組織已經發起 3月18日星期日下午3時 在錦上路西鐵站對開舉行居民大會 從下而上地凝聚居民的共識 希望這次嘗試 可以為香港單向的城市規劃制度 帶來衝擊 從下而上地凝聚 走到這邊 在這邊 1個字頂 1個字頂 2個字頂 3個字頂